Hello 又是我Dicky 我都有一段時間都沒有拍片上youtube 趁著今天有空拍片上youtube 2020年已經過了 新的一年2021年 迎接新的一年又開始了 希望這個疫情慢慢舒緩會好些 因為這個疫情圍繞著大家都有年多 有些朋友甚至乎覺得這個疫情令到自己的心情很差 甚至乎都會有些朋友這樣說 會令到自己有抑鬱 其實對大家都有很大影響 長期都帶著口罩 出街那方面比較麻煩 吃東西那方面更加不用說 疫情一年多了 限聚令也有 禁堂食也有 不斷地圍繞著重複 這個疫情 又嚴重 又變回 又變回 會令大家 那個心情 不斷地 那會是 有不太舒服的感覺 還有我本身呢 我做開呢 就是 帶一些朋友 去泰國 泰國遊夜 會 不斷地錄一些影片 的景點 的景點 泰國的美食 那給大家 分享給大家看的 那不用說了 疫情關係 所有 去其他地方出入境 都已經是 禁飛 那些 所以大家都沒有辦法 因為每一行 都有自己的 困局 食肆那方面 香港 例如香港 食肆那方面 其實一到疫情到現在 都已經有很多食肆 關閉了 會變成 都 挺慘的 我覺得 因為有很多 例如開了很多年 的食肆 口碑都很好的 而 為了這個疫情 而 結束了營業 所以我們 食肆那些 口腹就沒有了 那 還有些什麼呢 那 唯有現在放假的時候 就會去一些 戶外的地方 例如去一些 郊區啊 還有一些 新鮮的東西 自己盡量都不會去一些 多人的地方 因為 多人的地方 就會變成 因為 這個疫情 關係 會是 傳染得比較 嚴重的 所以 自己 就 喜歡去一些 戶外的地方 這樣 日後我都會介紹 一些 香港的景點啊 美食啊 這樣分享給大家的 那 大家 記得 在我的影片裡 有個鈴鐺 記得訂閱 那 我 不時 會更新 那些影片 給大家 分享給大家 欣賞啊 那 或者可能 大家看完那些影片 會有興趣 跟回我 那些影片的地方 去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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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說到 現在 這個 時間 那 那 下次 再繼續 錄給大家 分享一下 那 大家有什麼意見的 不妨提出啦 那 如果我有什麼錄得 不太好 那 可以給我一些意見 改進 我的 錄片的方式啦 多謝大家 收看我這條影片啦 好啦 拜拜